主料,肉馅400克,虾150克,鸡蛋5个,洋葱50克,胡萝卜50克,香菇50克,辅量,橄榄油,盐,葱,姜,生抽,糖,胡椒粉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葱姜切碎末,备用,夹到肉馅中,夹老抽,拌匀,一小洗净,去皮, 挑去虾馅,剁碎,夹到肉馅中,拌匀,洋葱切碎,备用,胡萝卜切碎,备用,香菇切碎,备用,将洋葱碎,胡萝卜碎,香菇碎放入肉馅,加盐,胡椒粉拌匀,碗中打入鸡蛋,加盐,搅匀,锅中倒油,倒入蛋液,摊成蛋饼,将肉馅均匀的摊在鸡蛋饼上,小心卷起, 放到纱布上,用纱布包好,防止蒸的时候散开,放锅中大火蒸10分钟即可,烹饪技巧,用纱布包住,是为了保持形状,也可以省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